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怡 几年前 张子怡曾经被媒体爆出过成龙生日宴上 又是现吻 又是做大腿 又给成龙喂东西吃的照片 并且一度成为绯闻女主角 后又被记者在三亚探班大爆炸之余 看到二人漫步沙滩 毫不避嫌 异常亲尼 2001年2月9日 属羊的张子怡因为派尖峰时刻二缘故 第一次在美国赌场拉斯维加斯过生日 成龙送给他一条别致又珍贵的项链 白金的四方矿内 像了一颗汇动的心形美钻 祝福张子怡永远有活泼的心与闪亮的演绎事业 原来 张子怡在美国派尖峰时刻二时 与房祖明秘密拍拖 成龙最初确实是以世博的身份照顾儿子女友 但最后却理智驾驭不了情感 张子怡与情圣世博朝夕相处擦出活花 大家见成龙对张子怡特别照顾 关系非比寻常 于是有人怀疑张子怡是成龙的新欢 当成龙好友向大哥求证这段感情时 成龙立即爆口说 他是我儿子的女友 房祖明与张子怡的恋情才真相大白 成龙 房祖明 张子怡就是这样被搞在一起 绯闻随即传出 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香港某周刊居然报道成龙与儿子房祖明 共同争夺女星张子怡 林希亚 一名三线嫩模林希亚手机流出的照片中 竟然有成龙的生活照 从照片可见 成龙在一名男子 及久未在港路面的陈勋琪陪伴左右 成龙更似是与某人打招呼 急伸出右手准备握手 虽然照片只在聚会拍下 但能够与大哥如此近距离相见 真够面子 林鹏 2011年4月7日 成龙的生日宴会上 借机为自己和朋友合开的日本料理餐厅剪彩 曾经被称为龙女郎的林鹏到了现场 成龙因为之前与徐静蕾贴面被媒体称为基吻 现在就现场演示了与林鹏基吻 成龙生日宴会还给到场的嘉宾喂蛋糕 但是为了避嫌到林鹏就停止了 说不想被媒体炒作 2010年年初 一则龙女郎林鹏是成龙绯闻女友的消息 简直铺天盖地 随着相关的消息曝光 人们发现林鹏与成龙夫人林凤娇 关系表现得更为亲密 徐静蕾 2011年春节前某天深夜 徐静蕾和成龙带着浑身酒气不出酒店 徐静蕾脚步亮腔 咧嘴大笑 而一旁的成龙满脸通红 他紧紧掺着徐静蕾的胳膊 亲自把徐静蕾送上汽车 当徐静蕾坐定 汽车启动之际 成龙突然又探身上车 双手捧住徐静蕾的面庞 动情地与他积吻 过了好一会儿 成龙才放下手 挥手告别 汽车到家时 徐静蕾在司机的搀扶下 返回自己的公寓 有意思的是 就在徐静蕾和成龙积吻的同时期 他的前男友黄绝 正牵着新女友的手逛街买碟 享受那份平凡 却有珍贵的静豪与安稳 不知道你年近四十 还在采访中说自己 没成熟到要结婚的徐静蕾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玩够 励志 1985年 励志与成龙派双龙会时 演出一幕火辣床上戏 双方随即传出绯闻 但此段绯闻 却是众多女星中传得最短的 当初 励志在香港走红的时候 成龙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一旦有了机会 他就会主动邀请励志 来拍自己的影片 然而透过现象 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个本质 那就是成龙确实曾打过励志的主意 而且一追数年 励志是一位特别的女子 她一出道就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与香港演艺圈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 她似乎也非常欣赏 香港演艺圈中的无声形象 但是 她所喜欢的并不是成龙那种类型 或者说 她也曾喜欢成龙 可她并不想当第三者 更不愿作为地下情人 永远地处于一种感情的煎熬之中 吴嘉丽 1993年 吴嘉丽夺得影后名弦后 当场与成龙相拥亲吻 之后 传出两人拍拖 有一次 圈中一些人谈论香港女性性感 大多数人都遵从台湾一家杂志的评比排名 觉得钟楚红属于第一性感美人 成龙一直都没有说话 后来见大家 为了排名争执不下 她借着点酒劲 语出惊人 对女人 你们实在太不了解 窝大的女人就性感 完全是外行 若说性感的话 吴嘉丽才是第一 据说 成龙曾在吴嘉丽身上下过不少功夫 约她吃饭 请她拍戏 甚至是从国外给她带小礼物 功夫做到十足 吴嘉丽也不同于其他的女子 对于成龙的盛情 她是来者不拒 甚至是成龙请她跳舞 故意将自己的身子在她的胸前蹭来蹭去 她也丝毫都不避讳 李婷 2002年 台湾人工美女李婷 被台湾杂志拍到随成龙回酒店 两人在酒店大厅交谈 并交换了联络电话 后被称为龙嫂 有四分之一韩国血统的李婷 14岁时参加台湾的泳装美少女比赛 之后便被模特公司发掘 成为台湾的模特 李婷的心运一直频频 直到2001年 她出书承认自己曾整容 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自此便被封为人工美女 不过香港观众对她仍不是太认识 直至年前 她被狗仔队拍到 与成龙一起去派对狂欢的相片 立即被列入龙嫂名单之中 不过李婷都很多谢成龙 因为与她传绯闻 才将她由台湾带来香港 她说成龙事件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不过对她就不好意思 我想她可能很烦 其实我们只是见过一次面 这样就传我们关系暧昧 真是好委屈 问到她会不会希望与成龙合作 她说我们距离太远 没想过会有合作机会 我认识她 但她不一定认识我 向海澜 2000年向海澜同成龙传出绯闻 有传成龙大哥每次返港 都会夜访向海澜相归 但空雪来风未必无音 能够跟成龙拉上关系 双方少不免会有一些间接或直接的联系 对此 阿安有以下解释 很久以前 我真是只同成龙谈过两次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更加没有可能搞出什么关系 如果真是要讲 我想是因为早两年成龙杯找我比赛 我没有去 2008年转行到上海当白领的前港姐冠军 向海澜 2009年4月 被发现秘密返港 与一名中年男士及一对情侣到戏院捧场看新宿事件 看完电影 自人意犹未尽地站在戏院门口聊天 向海澜更不时模仿戏中成龙的动作 郑希怡 英皇青春玉女郑希怡出道时 曾被指备受成龙照顾 而被公司上下称为龙嫂 二人不约而同以白色装束出席英皇活动 2005年9月 成龙杯慈善汽车赛 郑希怡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 再后 郑希怡获成龙颁赠奖杯时 兴奋地高举V字首饰 成龙随即为他开香槟庆祝 郑希怡说 其实被视为大热我都好紧张 好彩沾家图领航 我才很有信心 家人也给护身符 我都想留着这条命 下月6号过生日呢 这个奖杯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吴启力 在与成龙传绯闻的多名女主角当中 最轰动的绯闻 当然要数合吴启力那一段情 因为他为成龙诞下轰动一时的小龙女 1999年 相信是成龙最难过的一年 龙肿事件曝光 吴启力亲口承认 肚立的孩子是成龙的 后来成龙自称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承认了事实 就算事过多年 成龙大哥谈起这个龙肿事件 也还是心有余悸 林凤娇 1981年 成龙在银色世界杂志的拍摄现场 遇到了娇媚可人的影后林凤娇 成龙喜欢领着一群小弟到处浪 林凤娇却能放下影后的架子 与成家班兄弟 一起在不上档次的地方 吃饭喝酒 打牌聊天 面对成龙 作为影后的他 却未有高高在上的态度 他温柔安静 小女人似的崇拜着大哥成龙 对成龙的一群小弟 他也妥贴照顾 这种被爱慕 体贴 顺从的感觉 满足了成龙的大男子主意 成家班的小弟 能接受没架子的林凤娇 成龙也认可了林凤娇 这个正牌女友的身份 可惜 正牌女友与大嫂这两个身份 很快因为林凤娇耍心机 未婚先孕而被隐藏起来 1982年 林凤娇怀孕了 她只能打电话 问孩子爸成龙怎么办 此时的成龙 恋爱谈了很多场 但都非常的小心 有孩子还是第一次 手足无措的她 只好跑去问干爹何冠昌 在干爹的建议下 成龙把林凤娇 秘密送到美国代产 林凤娇在生下儿子后 才向成龙要来了一份结婚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